江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静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量体温 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 好我们非常的高兴 我们把这一堂课 严严满满的把它上完 那个刚刚跟大家提了 其实这个圆满很重要 因为你圆满 你内心就没有挂碍 所以心无挂碍 你自然就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闷想 那我们身体上很多的病 其实都是因为心里边挂碍者 你想想看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我们很多事情 你不必去操心 但是呢 各位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操心不是不关心 我们不操心不是不去做 我们就是因为 因为语言上常常常是我们中国人他有一个毛病 因为我们很喜欢简洁 你看菩提沙豆 我们就说那太长 就念菩提的菩 沙豆的沙 谁叫做菩萨 对不对 好 结果就因为我们喜欢简洁 以至于把很多的概念 常常会让各位会误解 那么因为刚刚有一位同学跟我提了 他说佛教跟天主教跟基督教好像我们佛教常常会被人家认为我们比较消极 比较保守 然后呢 那个那种战斗力好像比较没有 对不对 好 其实各位想想看 我们战斗力有 但是问题是我们是用柔软心去转它 你想想看 我们小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 那个你牵一坨牛出去吃草 那我们会拿一个柱子 那起来就把它叮 叮得很深 对不对 好 然后就绑着那个牛 让牛放牛吃草 好 那各位想想看 等到 这个柱子我们要把它拉上来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用现在的科技没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机器 但是古代的人有没有那个机器 没有 那你呢 怎么去做 我们在座很多道大老师 你们想想看 你们要怎么做 把这个柱子把它拉起来 你们都没有放过牛 不像老师放过牛 所以你们都没有经验 你用个柱子 柱子 对不对 用这样拉 也是要出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 用那个水 在那个柱子的四周 把它拉 把它撕了以后 然后 用手骨 把它揉了 然后一拉 它就起来了 一点力气都不用 所以那个 各位要知道 那个就是法轮 我们转法轮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可以很轻松 然后很有效 然后把这个事情完成 所以我们那个佛教 那种积极 那种战斗力 它因为有佛法 所以它会很柔软 然后它看起来让我们觉得 没在看在唱什么 对不对 因为 我个人 我教宗教学 那我教宗教学 我从犹太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东正教 回教 这一个系列 然后呢 到包括道教 所以你们跟我谈很多的道教 我大概都很清楚 然后包括新兴的宗教 我也必须要了解 因为你不了解 你就没有办法教学生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新兴的里边呢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贯道 对不对 那你都要去了解 那也因为我们本身常常对这些宗教你常常接触 那因为接触了 我个人为什么一生都在佛门 我的原型极致都是以佛教作为我的衣规 最重要的就是说他本身不会跟任何人对抗 有什么好对抗 我跟你对抗 以后我跟你结怨结仇 那干什么 下辈子还要来跟你还 这辈子骂你两句 下辈子可能要来当你太太来服侍你一辈子干嘛 对不对 各位啊 我曾经在有一个讲堂 我那个讲堂里边的佛教讲堂 旁边有一个那个小瘫痪 那个瘫痪 那个老板是一个女的 他也很会煮 他也归于我们佛教 他有一天就跑来跟我讲 教授教授 你不要煮饭了 我那边饭边边 菜我给你炒一行两行 看你这样吃很简单 你就不要再煮了 每天中午我来帮你打点一下 很快 我说我不吃 然后他也不相信我不吃 拿了三天 我就是延红不动 我就是不吃 他就很莫名其妙 教授 我说你是怎样 怎样 我说我这一辈子 再吃午餐能够吃几次 但是为了吃午餐 我下辈子投胎变成你太太来照顾你一辈子 我划算吗 所以我就跟他讲 因为我不想再截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这些眼 我们要跟人家截眼 你就是截善眼 你就是跟人家截法眼就好了 千万不要去截恶眼 我告诉你 我有一次 那个有两个年轻人 因为我开车 结果他从后面 我红灯 我就停起来 那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骑一部摩托车 就撞了我一下 我那个车子撞凹了 撞凹了以后 那两个年轻人就很气我 气汹汹 然后他就到我的前面跟我再讲 他说你会不会开车 我说对不起啦 会开车啦 但是年纪大 反应迟钝啦 对不起啦 让你这么辛苦啦 两个人都要滴地咬去 吹起滚 咬着咬着 看你都要滴地笑 算了啦 你想想看 假定你回他一句的话 不晓得你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你忍一时 不是风平浪静 对不对 我们退一步 不就是海阔天空 你干嘛跟人家结怨结仇 所以因为我们佛教 他就是很有技巧 很有智慧 所以这个叫做中道 所以我们能够随时随地 当你面对一切的人事物 如果你能够这样 很清清楚楚 然后很愉快的 跟人家这样相处 那你想想看 我们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呢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一起的这样 在互相鼓励 你能够不断的这样的练习 你就会发现说 一个真正学伙的人 他绝对不是消极 为什么 你想想看 要谈读书 有谁读得比我们多 对不对 要谈做事 你看我们很多事情都做 对不对 所以有谁比我们更积极 我们积极地面对问题 处理问题 但是绝对不会 因为积极 然后呢 你在处理的过程里边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情绪 但是情绪 不要让他跑出来 影响你的计划 情绪不要 因为这些情绪 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 那这个就叫做无声华人 所以我们 如果你能够这样无声华人 那你的那个心理的问题 就自然而然 他就会越来 那个力量就会越来越少 那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因为你没有绑他 那你想想看 我们身体里边 各位想想看 我们的身体四大 然后有一个核心 就是我们跟来自宇宙的那个能 因为有那个能 结果把我们这个四大 完全紧紧的抓在一起 排列组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这样抓在一起 那抓在一起的时候 各位你想想看 一个空间要是人多 但是呢 没有空间 那这个里边气流就不通 那我们的身体里边 其实四大 他从我们年轻到现在 他就这样紧密的 这样抠着我们 那他累不累 他很累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才吃一点点东西 然后每天要他 你想想看 要他呼吸 又要他怎么样 帮我们输送血液 然后你还要 让你的皮肤又能够排汗 然后又 要我们身体里边 很多的机能 很多的工作 还要排毒啊什么的 那我们身体很累 那累他无所谓 因为让他自然的运作 没关系 可是你一生气 臉气順顺 气干也要死 谁受伤 你的四大就受伤 对不对 你想想看 我们常常在闹情绪 那一个情绪来 你的色身 他就自然而然 他的重新的这些排列组合 他又要再重新来 那他的重新来的时候呢 我们有没有足够 给他足够的空间 没有 我们常常是怎么样 急这个 急这个 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 然后又急着下面一件事 所以智泽大师 他在小子官里边 就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 要永远维持两样 这两样 你们可以把它背起来 不宽 不紧 什么叫做宽 宽就是放异 你不要说 今天这个好吃 哦好啊 然后就在那里嗨啊 我告诉你 你在那里嗨 你的那个 那个身体里边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DNA 它的排列组合 其实就是指 那个地水火风 然后受到 那个我们 一切微心造 对不对 我们那个心 有怎么样的心 然后就会造出怎么样 那你很嗨 结果你呢 你以为很高兴 你很嗨 我告诉你 对你的身体 其实是伤害 所以你看 天高金 笑笑笑 笑得死去 有吗 所以我们的 昨天就会感到 高兴的时候 放到心肝 慢慢的高兴就好了 千万不要 完全表现出来 所以心不宽 但是心也不挤 就是不要一天当然 挤到要死 对不对 你想想看 该你做的 你今天不回家 不回家洗碗 你明天还是要洗 你那个衣服 今天不洗 你明天还是要洗 所以要不要洗 还是要 你自己要做 所以你今天把它做完 这样你自己轻松 对不对 明天又有明天的事 所以常常这样 不挤 对不对 不要想说 我20分钟可以做好了 我就要五分钟把它做好 那你这样 你会逼自己 所以我们有一种 现在的人常常有 那个完美主义 你们有没有看到完美主义者 以前我办公室有一个同事 他是完美主义 那个他的毛笔字 他的那个凯书 写得很棒 他的干笔也写得很好 他在签公文的时候 他不用毛 那个原子笔 他都是用钢笔 然后写得很好 然后呢 他那个公文拿到 我前面我一看 你这个字 有一点 那个 那个错误 或者 只是写得不太工整 我说 你下一次留意一下 结果他拿回去的时候 他就把它撕掉 然后呢 重新再磕一次 然后他 又拿上来 我就骂他了 我说 刚刚那个公文 我有 在上面改了一个字 你把我那个字 跑到哪里去啊 我说 你这个是那个什么 那个毁损公物 我马上就要告你 马上要把你记够 结果他就哭了 我从我手中出去的 都要很美很美 那个那么丑 怎么可以 因为承办人是他 他说那么丑 那么丑怎么会是我的 那个完美主义 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形容 那他为什么会完美 因为他什么事情都要求全 那各位要知道宇宙就是没有钱 所以我们人生一定不能求全 你想说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完美 那你就永远做不好 所以常常这样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 我们很多事情 你该做你就去做 那这个就是佛教 所以佛教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不是那个肉 我们不是那个消极 我们也一点都不悲观 所以我常常会跟大家讲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深入精湛 因为你深入精湛 你才会很清楚的知道 佛陀四十九年 这四十九年里边 他真的是在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放下 各位一定要记住 放下不是把你的角色放下 不是把你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放下 而是要放下你心里边那一种期待 你所有的烦恼该做就做 但是属于烦恼你就要放下 你不要一天到晚 像我那个同事刚刚跟各位讲 从我手中流出去的公文 都是要最完美 那个你想看 那个就是我职 对不对 那你我职 把自己绑住 那你自己绑住了 你身体就不会健康 所以大家常常不断的这样来练习 那尤其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当老师 那我们当老师 各位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 学生他永远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你千万不要我们能够教育他 能够帮助他 协助他 辅导他 但是千万不要去期待他 然后我们要承计他 他都是因为爱之深 责之怯 那就不行 我给你做 打得比较快 你这么想 他永远就做不好 所以我们呢 千万不要去期待他 最怕的是怎么样 占有他 各位一定要知道 马斯罗心理学家他说的 当我们 被爱了 因为爱是我们追求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但是当你爱了 我告诉你 你的烦恼就产生了 因为是爱 所以别人我可以不管 你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 因为你爱他 那你爱他那种地属感 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地属感 那这个地属感没有问题 但是假定你地属感太强 就想要去控制他 你想想看 先生你爱不爱他 爱啊 但是你爱了先生以后 你想想看 我别的男人我都不屑于看 我都是要看你 我就跟我太太讲 哎呀好多帅哥啊 你要多看了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为什么不看 趁现在年轻赶快多看 以后你老了看的时候 人家说你老不雄 对不对 所以趁年轻的时候都看 我也跟我太太讲 你想想看 看看男孩子 帅帅的帅哥 就好像看 女孩子看那个一朵花 开起来好漂亮 对不对 那你呢 就是纯粹用这样去欣赏就好 那我们最怕的 就是因为他是我的 他是你最爱的 结果你就会想说 因为我其他的男人 我都不看 我只看你 那这句话 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是他的先生 所以他只看我 那表示 我也只能够看我太太 不能看其他的女人 所以我太太这样讲的时候 每一次我太太问我 爱不爱我 我说鬼才爱你 那为什么 因为想想看 我们要是不爱他 怎么会娶他 所以你讲那些都叫做鬼话 对不对 所以你跟我讲鬼话 我就跟你讲鬼 对不对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但是呢 你想想看 我爱不爱我太太 我现在呢 绝对不告诉他 我爱他 为什么 因为我是真的爱他 所以你想想看 七十亿人口里边 我只有其他 把他当作我太太 珍贵不珍贵 真的是最珍贵的一个 对不对 但是各位想想看 两个老的 以后一定会有一个人先走 我们台湾人说 先走先活命 对不对 而一般的统计 男孩子如果先走 女孩子还很自在 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 通常还可以活八年 但是如果女孩子先走 男孩子就要 所以你们回去要对太太好一点 因为假定女孩子先走 我们男孩子几乎 只会活两年而已 为什么差那么多 因为有时候 你没有太太帮你煮饭 帮你打点 你真的不晓得你要怎么活 你们以为我在讲好笑 我讲的是真话 我当时我年轻的时候 因为我一辈子当老师当公务员 那我当公务员那一段期间 我都有一个助理永远跟着 对不对 你去帮我领多少钱 然后呢 我没有钱怎么办 他就会说 你那个哪里哪里要邀你去演讲 你要不要 我说他的终点会多少 他就会跟我讲 那我一算 来得划算 我就说好 就答应 以前我在赚很多的领用钱 都是透过演讲 这样来赚 那个我的私房钱 对不对 好啦 那有一天退休了 那退休以后呢 那个钱可以不可以让太太知道 因为是私房钱 所以当然不能够让她知道 所以偷偷的 带在口袋里面 那有一天我要领钱 我就到 那个游击器 然后我就到游击器的时候 然后我就 填那个单子 有没有 填完了以后 我就交给那个小姐 我都按照我以前 那个印象 这样办 结果小姐说 你没有填密码 我说什么是密码 她说 你这样 老人家 闲闲在家 所以你又在那儿没聊 你可以找把人跟你聊聊天 我忙得要死了 你不要这样来乱我那个工作的时间 我天老爷 我怎么知道 要密码 对不对 我根本就不知道 后来就只好 要打电话回以前的办公室 然后再去找我以前的助理 那个助理就跟我讲 那个资料 我都有帮你准备有一个本子 你要看 你那里边有写那个密码 我就知道 然后就把那个密码知道 我第二天就很高兴 就把密码填了 填了以后 拿给他 他说按密码 我说不是上面已经写了 按密码 我只好跟他讲说 小姐很不好意思 我绝对不是要找你麻烦 因为我不晓得要怎么领钱 他说 那你 看你好像是正常人 你怎么不知道怎么领钱 后来 好了 这一段就不要再讲 因为很不好意思 有一天 我太太出门 然后她就跟我讲 那 我现在出门 那个饭放在哪里 如果你 肚子饿了 你就怎么样 怎么样 她就交代了一大跌 好啦 等一下时间到了 我口渴啦 要喝水了 要喝水的时候 我就去一直去按那个什么 那个温水瓶 一直的按 怎么按不下去 怎么不出水 结果到最后怎么办 只好把那个整个盖子 那个插电 拔起来 把那个盖子全部打开 然后用船筒把它倒下去 才有水好喝 我太太回到家的时候 看到我那个样子 就很生气 你看 你看 在家里都不血 连最基本的 连那个倒的水 都不会倒 所以我们男人 大家要赶快 准备 所以 因为 我现在就改变了 我现在呢 很多是我太太要做 我就说不必 我自己来 为什么要自己来 因为我想 有一天 贾丁我太太死了 如果说我没有她 我还要活 她还要活 她还要活八年 更惨 那时候你让她一把眼 鼻涕一把眼泪 也不是办法 所以最好的方法 她问我爱不爱她 我说不爱 下辈子要不要娶你 我说不娶你 那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去娶你 我要做火 对不对 各位 我从现在就在开始信念 信念有一天 我们两个人 有一个人先离开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很现实 谁都不能够避开 所以你现在就要先做准备 那你因为常常不断的 这样信念你自己 所以你才会有能力 等到有一天 你呢 完全照见五印皆空 我们早上已经跟各位讲 我们的色身 其实是来自于这些四大 对不对 四大 它能够有这些排列组合 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男 不生不灭不够不净不真不减 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会观师 会观法师跟大家讲 喝茶的人是谁 你想想看 你的嘴巴会喝吗 你的肠胃会吸收吗 它是一个完整的 有一个人又有一个手 才形成我们今天的我 所以我们慢慢在斜伙之后 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 这个手 其实它是一个延起现象 这个人是能延起的 那个最主要的一个佛性 那我们如果用道家来说 道家有一句话 在禅童器里面 他就说了 性在命中 我们那个佛性在哪里 就在你的四大 你的色身里面 那我们这个色身 早上我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对你那个能 你没有去发现 然后你没有去觉知 你有这个能 那你这个能 你就只知道 但是他都用不上 就好像我们自古以来 都知道有雷电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 去用那个雷 对不对 有那个电 有那个雷电 我们慢慢的 因为你知道 那个能 我们要善用它 那我们怎么善用 你就从现在开始 常常培养 你那个正念 对不对 你那个能念 所以在维世里边 他把我们的念头 一念无名深三细 也就是一个念头 一开展的时候 有三个很维系的动作 但是这个维系的动作 一般人通常都没有感觉 好像月相来了 所以起后造业 那个月相 那有了月相 现在我们修行 在那个能 他会有那个能力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他 你只能够慢慢信念 让他频率越来越少 所以那个行为改变的技术 那本书 我一直要大家都看 你看了那一本里边 你就会慢慢知道 那个 对我们来说 你增强的原理 跟减弱的原理 常常去应用 那你就可以信念 你那个能 我们常常说正量 什么是正量 你这个人修行有没有功夫 那个所正的量 那个就叫做能 你那个能越强 你看广青老和尚 人家有一个阿嬤 阿姨孙 我亲自看的 老和尚老和尚 好啊 阿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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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了 阿结果 阿婆 要让他们的孙子 喝 喝喝的时候 欸 好 那个就是 他有正那个量 对不对 阿我那时候年轻 我那时候学伙 也是学得很热忱 我說啊 原来那么容易 阿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跟人家讲说 我也会 沒有 只要誰身體不好的時候 你們來找我 那我呢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留在這裡 肯定像阿彌陀佛不到 再把觀世雲普成 觀世雲普成 還讓師父怎麼樣 然後 Sono ellos 我要聖的 為什麼 因為我看那個 佛教 那個所有的大熊寶殿 都是三尊佛 所以我不是向廣青老而上 他只有吹一口气 我是吹三口气 然后让人家拿回去喝 喝了有笑没笑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振那个量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 当你真的能够好好的 去了解你那个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不真不解 其实那个佛性是在我们的身上 但是那个在你身上的那个佛性 你能不能去开发它 然后让它不断的产生力量 这些都要练习 所以我们佛教里边最科学 你一定要练习 你不练习没有用 所以很多师傅说 你经典 我现在在那边赶快自己读 回到家自己开始读 我还准我黑在嫩眼睛 念得很辛苦了 念得好几次 念完了从头再翻 又不晓得他念什么 因为单单七处真心 都把我弄得一塌糊涂 我那时候真的没办法读 我心里边又在想 当我开始恢复正常的学习的时候 所有的书我可以过目不忘 为什么这一本 我竟然没办法过目不忘 而且连他在讲什么我都不晓得 而且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 对哲学又很有兴趣 哲学的书 你看存在主义 或者是很多 那个早期的实证主义 经验主义 罗素的那个理性三大批判 我再读这些都很容易 为什么嫩眼睛我都读不来 读到最后的时候 就一直干脆把它撕掉 撕掉了以后 后来等到我读差不多懂了 有一天我跟我师傅在聊天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我的这个过程 结果他说 你小心哦 你那些还留着不留着 他我说留着 他说你那些还赶快再拿到书店了 重新那个把它装定好 不然你这个毁损经典是出活生血 后来我才知道说 我们那时候在血很难 但是呢 当你克服了以后 你想想看 你就会越来越欢喜 因为幸在命中 所以我到今天为止 我就这样慢慢的检验 我能够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因为我知道 名利 我绝对不追逐 因为你不放下 你永远在追逐的时候 你只会困住你自己 那你呢 真的把它放下 得知我幸 不得我命 我得到了 也只是来服务社会 那因为你的心是这样 那不是你要得还是不得 到时候活福上好多东西都要给你 为什么 因为在你身上 他看到的是利益大壮 利益社会 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发现 我们能够放下 你对你的一生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这个放下一个正确的概念 我常常讲 我们当老师有没有教书 学生是不是你教的 那你一定要学习老子 所以我那个讲义里边 最后 你们看那个结语 有没有 结语里边 大家看一看 结语里边呢 他谈到 《道德经》 第39章 习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什么是一 就是你的内心 你就是入于一心 那入于一心 我刚刚说了 我们起心动念 都是在造业 所以那个是业相 但是业相 它是不断的跑出来 那可贵的就是在第二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 我们叫做转向 那什么叫做转向 也就是我们修行 当你有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你能不能当下 就按照你的方法来转 那你好像提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参产 那没关系 你就开始按照 今天老师教你的 那个禅作的方式 好好的餐 喝茶的人是谁 谁在喝茶 你就好好的餐 那个得一 那个就是 当你月相起来的时候 那个转向 马上跟月相连结 那么你连结的时候 第三个境界向 它就跑不出来 否则境界为言 涨六出 也就是你落入了境界 也就是落入了我们随便几个例子 你想到要是有钱真好 要是我现在有钱 我就要去买什么买什么 然后你可能一直的窜 对不对 等到我赚了很多的钱 我要来从事社会福利的工作 做很多慈善的事业 等到你真的赚了那么多的钱 你那时候已经太老了 对不对 你看那个最近网路里边 缅甸最富有的一个老人家 他因为被发现癌症 结果这个缅甸的这个富有人家 他就把他们那个村子里边 所有的穷古人家 邀到那个什么礼堂里边 然后每一个人花给他们 道米 花给他们零用金 他把他的钱全部 散出去 对不对 那像他还算是吉时 可是我们很多人 你要不要写 要啊 什么时候写 男人孙大人 孙大人 孙要大人 孙要娶母 孙娶母会像甘子孙 对不对 甘子孙 要甘子孙 不然老后 甘子孙 我好多同事 好多以前的同学 我问他 他们跟我讲 学活最好 我说是啊 什么时候学活 退休 那他也退休了 顺顺利利的退休了 那他退休了以后 后来 我问他 你退休了 不是说退休了以后 就要来 来学活吗 教授啊 没法到啦 我退休了 我们女孩 生的那孙 也把他堵回来 我们好心 生的那孙 也把他堵回来 我这时候 照顾那两个 就照顾到 母沙沙 这样 我说 没关系 你这时候 孙家要好 也是休息 对不对 但是 各位啊 你如果这样 一晃一晃 你要晃到什么时候 才能够真的休息 没法到 所以 各位一定要记住 要把握住 那个当下 因为刚刚有一个朋友 他说正念跟合理化 其实有什么差别 那正念就是那个念头一起 然后你那个念头一起 因为你有休闲 你就用你的法门 好像我最好的方式 我常常跟各位讲 我一个念头来了 我不会记住他 因为他是 我们人是活的 所以他的念头会来 但是他来了以后 你看各位有看 我手上有一串念珠 对不对 为什么 像现在人少 人多 那么我用这个念珠 方便 对不对 阿密斗 我这个不是带着好看 我是真的念了 如果人少的时候 我口袋里边 有一条大的念珠 一百零八颗 没事的时候 阿密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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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你想东 想西 都没效 我念阿密斗 有效 没效 也都没效 但是都没效 没效 你心态有的 没的 越生越缓 我念阿密斗 好的时 如果起心动念 什么也要想到 无量寿 无量光 哪一个好 念佛 益佛 有一天不小心 就变佛 对不对 阿密斗 你在那里 打妄想 一点用处都没有 所以呢 各位一定要记住 像这样 你那个正念 也就是当我的念头 能够时时刻刻提起来 然后我以我的法门 这样的修行方式 来映入我当下的这一个念头 这个叫做正念 那什么是合理化 合理化就是我们在贪跟撑的过程 你一定要因为我们都是读书人 那你是一个读书人 你就希望在别人还是认为我们是有修养 我们是一个读书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中 你就会自己编造很多的理由 来让我的那个行为是属于合理的 是属于应该的 那这个就叫做合理化 所以合理化 各位一定要记住 合理化是自己帮自己找借口 不管你是在贪 你会合理 你在撑 你也会找个借口 我为什么那么生气 因为我呢就是怎么样 饥饿如丑嘛 其实饥饿如丑 这个就叫做合理化 对不对 你为什么会用饥饿如丑 谁为什么会生气 你把你的生气 跟我们以前老师教的饥饿如丑 把它连结 那这个就叫做合理化 所以各位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一般人 都只知道善业 恶业 顺 密 对不对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无忌业 对不对 各位一定要记住 那个什么是无忌 我们在打坐的人 很多人进入清安 那个那种清安的境界 其实呢就是无忌 所以各位 千万不要因为清安 然后就觉得我有功夫 清安常常会毁了你的法身会命 你呢一定要去照见无忌结果 你一定要照到你自己的自信 你自己的本心本性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个无忌它就会被破 所以我们无忌里边呢 一般有有户无忌跟无户无忌 什么是无户无忌 花草树木会跟我们有关 我们看到 但是它会不会照业 它不会照业 我看花草有没有善 有没有恶 没有 因为它是属于无忌业 那这些以后也不会影响我 可是有一些以后会影响你 那种无忌叫做有户无忌 什么叫做有户无忌呢 就是几个例子 大家看好多的教授 包括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首饰 照做善恶是我的事 我那个首饰 常常是无忌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个无忌 其实都是从你的自信跑出来 但是呢 你当下并不会去感觉 你在上课你在讲课 你还会记得 你刚刚比了哪些知识吗 你都不记得 所以一般说起来 这些首饰不会造成你的善恶 但是呢 它是属于污染的 为什么 因为它会异首 什么叫做异首 它隔了时间 可能要隔好几次 然后它的眼成熟 然后这时候呢 它也会造成 那一个无忌 那种果报 我刚刚这样讲 各位可能不太清楚 我再举一个例子 昨天那个老师提到了 我们有细身 细身是你看不到 对不对 出身是你可以看得到 细身是属于 那个 这些圆而鼻是属于神经系统 好 有一次 我跟一个老先生 一起到那个斯里兰卡 然后我们在参访 结果这个老先生呢 他学活学得很热忱 因为他已经九十岁 他还能够到斯里兰卡 所以我几乎都陪着他 那有一天啊 一早 他就跟我讲 教授 我九十几年的戒 都破掉了 我说什么破掉 我不晓得 昨天忽然间 有一只蚊子盯着我 这又 啪一下 没想到 哇 手上都是血 好 那个 你有没有塞 他说我杀杀了 我说不是 你那个叫做无忌 为什么叫做无忌 因为 他呢只是一个缓胜 所以我们那个细身里边 各位一定要知道 我们 常常讲 眼耳鼻舌生意 眼睛代表的是视觉神经 耳朵代表的是听觉神经 对不对 生代表的是触觉神经 那么这些神经系统 他会到神经中枢 也就是我们的异根 然后到异根以后 神经中枢就会把这些自信 传递到大脑 进入了大脑 那时候就叫做瘦 所以瘦瘦想形式 瘦是指还没有进大脑之前 那个神经的反射系统 但是如果他进到大脑的时候呢 那你有开始有觉知 那你的大脑神经 他马上觉知 而且下了指令 然后小脑是平衡 但是脑干神经是运动 对不对 那各位一定要知道 这个神经系统进到 它的功能有两个 一个是反射性 一个是把资讯传递到大脑 那如果说蚊子顶 那忽然敢 那个是反射 你们会不会反射这样 都会嘛 所以大家都常常造沙叶啊 对不对 其实没有沙叶 因为那个是反射 但是什么是沙叶 当这个蚊子吵了你 哼 吵吵喜 害我一个晚上 不能好好的睡觉 然后 哼哼哼 哇你看 打到了 我告诉你 那个就叫做傻叶 那个是二叶 所以啊 无忌叶跟 那个 你们要分开哦 反射性 是属于无忌 但是 刚刚我讲的 结果这个老先生 他就很高兴 哦 啊 没关系 原来这就是反射 啊 没关系 我说还是要留意哦 因为他是反无忌 但是他是有护无忌 什么叫做有护无忌 你呢 相应的这种行为 慢慢的累积了 经常这样打的蚊子 习惯性 我告诉你 当你成为习惯性的时候 那个一锁果就会跑出来 那个杀叶 就又造了杀叶 所以呢 各位 慢慢的 我们写火呢 我一直希望大家 真心去学 因为你真心学 那你活法里边啊 他就自然会带给你好多的欢喜 发言经有一句话 若人亦了之 我们每一个人对宇宙人生 你想要很清楚的明白了解 若人亦了之 那怎么办呢 我们要学习三世火 所以若人亦了之 应官 什么 三世一切火 你要先学习三世 诸佛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行为 他们为什么能够成火 应官法界性 也就是 所有的东西 你要看到那个本质的东西 而不是看那个现象 因为现象是属于 来来去去的现象 那么一切为新造 所以各位呢 你如果想要健康 没有人能够给你什么药 只有靠你自己 你自己才是你自己的良药 那你能够达到这样 那你呢 你的身体的健康 就会越来越好 那非常的高兴 今天变成 本来是两节 现在变成四节 四节结束了 我急着要回台北 但是车子还不开 你们帮忙说 高铁赶快开 因为大家的 共同的愿力 那个高铁等一下 它就会马上开 那我就可以马上回台北 好 那非常的谢谢大家 也祝福各位 身心愉快 六十吉祥 大家无论在哪一个地方 无论在什么时刻 都欢欢喜喜 健康从哪里来 放下是初步 你不学习放下烦恼 你要健康很难 所以常常学习 放下嘛 对不对 放下不是放下角色 你放下烦恼 然后呢 升其心 升出那个大慈悲的心 升出那个柔软的心 那你能够常常这样 你就自然而然 你的一生 会非常的幸福快乐 好 谢谢大家 沪池生命电视台 邮政华波 沪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置业基金会 华波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工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选拣 旧 没ос 东花 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